17号一口气再新增两例确诊 但这两例确定跟首例确诊死亡的问长有关系 新增的两个确诊 一个是80多岁女性是白牌司机同住的母亲 因为生活接触时间多感染到病毒 至于另一例是30多岁男性是死者的外申女婿 感染的时机点是问长的家庭聚会 是在1月27号举行 2月15号问长检体验出武汉肺炎 同日并发拜险症死亡 同桌的弟弟当天也确诊 妈妈聚餐当时就坐在问长的旁边 外申女婿则是和弟弟一样 坐在离问长隔了三个人的位置 最后却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就锁定了一个浙江回来的台商 他在1月22号 1月22号他返回台湾 然后就搭了我们这位案19的 他的一个车子 其实他那天就咳得很厉害 虽然他有戴口罩 疫情中心从家庭救应和载送乘客中 地毯是嘴茶接触者 发现问长1月22号再到一名浙江返台的台商 当时台商就有咳嗽症状 虽然曾有就医记录 但初步检查却都是阴性 在专家来看 是从1月22号到今天 2月17号 这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重视有感染过 相对的可能这个病毒都已经排除了 病逝的61岁问长 曾载过多名春节返台台商 其中三人从中港澳返国 现在找到其中一名被高度怀疑 就是感染源 现在指挥中心为了防止疫情再蔓延 抽丝剥茧 要揪出各种可能的感染途径 不让民众提心吊胆 三连新闻 正好当